美国务卿俄美目前完全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26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扩散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 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和美国目前完全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 福特说 我认为 一切进展顺利 双方均在旅行条约 应将引进新型无人攻击机 可挂载21枚导弹实施轰炸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3月25日报道称 英国空军计划引进新一代无人攻击机 其续航时常是被替代机型的两倍 报道称 美国制造的保护者无人机拥有显著增强的性能 包括更大和更先进的武器有效载荷 这些无人机将于2024年开始服役 以取代死神无人机 英军装备的死神已有一架于本月退役 其余酒驾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作战 也会适时退役 日本强化西南岛屿防卫力量部署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省26日正式在日本西南部冲绳县宫宫古古岛 和路尔岛县阳美大岛新设部队 防卫省当天在宫古岛举行新部队启动仪式 在该岛设立约40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安保部队 同时 防卫省在严美大岛新设规模 约550人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 该部队具备防空和反舰能力 日本首相与美军司令 就推进边野谷搬迁达成共识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当地时间26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纳勒 在首相关底会谈 就推进冲绳县美军普天间机场 搬迁致名护士边野谷达成共识 据报道 安倍在会谈中指出了驻日美军稳定住流的必要性 强调减轻冲绳的基地负担极为重要 日本陆自强化水陆机动团规模 人数增至约2400人 日本陆上自卫队 3月26日 强化了负责领导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的规模 增加300人至约2400人 与此同时 水陆机动团在作为据点的相浦驻地 长崎县佐市保市 东南约10公里的该市旗边地区开设分驻地 并举行了纪念仪式 据日本共同社 3月27日报道 水陆机动团2018年3月启动 一部分部队驻扎在大分线 还在推进于佐克机场部署于应运输机的计划 目的是运送队员和车辆 希腊总理称其坐机遭土耳其战机 干扰土方否认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25日说 他当天出席活动乘坐的直升机 遭土耳其战斗机干扰 土方侵犯希腊领空 但土方予以否认 齐普拉斯当日乘坐直升机 从希腊首都雅典 前往东部爱琴海岛屿 毗邻土耳其的阿加索尼西岛 参加当地举行的希腊独立日庆祝活动 金正恩出席朝鲜人民军连长 连政治指导员大会 据朝中社27日报道 朝鲜人民军第五届连长 连政治指导员大会25日 和26日在平壤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出席会议并讲话 报道说 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 今天朝鲜的革命伟业 与国力在严酷的环境中 也正顽强前进壮大 当前的革命形势 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要求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保卫祖国安全 用武力 坚实保障朝鲜人民英勇的创造和斗争 是人民军队的重要任务 第15届兰卡威国际海空装备展开幕 今天上午 为期五天的第15届兰卡威国际海空装备展在马来西亚兰卡威开幕 展会由马来西亚国防部和交通部主办 本届装备展 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0家企业 其中包括中船重工 中国电科 以及中航G三家中国企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2月25日报道称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 土军围在叙利亚又发拉底河以东地区 发起军事行动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土阿纳多卢通讯社 援引阿卡尔的话报道 为在叙利亚又发拉底河以东地区 展开反恐行动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上周表示 土军准备于近日向又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YPG的阵地发起军事行动 土总统表示 他在1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后决定推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据埃尔多安说 特朗普在与他进行电话会谈后做出了从续撤军的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 美军应该回家 美白宫19日宣布 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联军将停止打击伊斯兰国的工作 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美国国务院所有工作人员 将在24小时内从叙利亚撤离 军队则将在60到100天内撤出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代表19日表示 美国的反恐任务不会因从叙利亚撤军而改变 原标题 全国人大代表 空军 某雷达旅四级军事长刘伟修 永远保持战斗的姿态 刘伟修坚守雷达方舱处置空情 已经六个多小时没挪屋了 2月28日 记者来到中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所属雷达六战 指导员张崇洋介绍说 尽管马上就要复京参加两会了 刘伟修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说话间 刘伟修打开舱门走了出来 我得赶紧去复盘异常空情 暂时没法接受采访 说着 他就急匆匆来到作战指挥室 和战友们一起分析查找掌握空飘物类目标 空情连续性的薄弱环节 研究下不需转变的装备工作方式 提高空情保障精细度 近年来 低慢小航空系 违规飞行官向屡进不止 刘伟修瞄准这一世界性难题 对每批异常空情反复解剖麻雀 熟记雷达任务区内 所有临时起降点的位置 交通场地和航空器种类 分析研究雷达回波特征 梳理规范 超纵原异常不明空情处置要领 经日常战备验证 能够有效提高超纵原处置异常空情的速度和准确率 这几年 刘伟修获得了诸多荣誉 成了大家眼中的冰明星 但他对自己要求更高了 苦练打仗本领失心不改 占领这两年执行大项任务 刘伟修一次没有落下 每天不管直不值班 他都要跑到作战值班室 详细阅读当日的战备简报 学习上级指示 了解空情数据 以便有异常情况时心中有数 不久前 这里从厂家接回来一部新雷达 刘伟修带着战友 在雷达装备上一个按钮一个按钮的过 一个数据接着一个数据递查 不到十天就完成了装备优化 大幅提升了雷达探刻能力 今年初 刘伟修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 雷达兵的站位就是雷达方舱 作为一名战士 就要永远保持战斗的姿态 刘伟修说 李建文 赴阵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树边官兵 顶风冒雪 在云南路江高离贡山上巡逻 摄影为起位 漫长的边防线上 有人可以回家过年 就意味着有人不能 军营的春节 少了喧嚣 多了宁静 春节前夕 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返乡大军 车站机场集散着奔往天南海北的返乡人潮 回家过年 是人们最朴素的一种向往 而与此同时 祖国大帝的坐坐营盘里 却激荡着练兵备战的虎狼之气 节日战备 从机关首长船续到普通士兵 从内陆城市延绵到高山海岛 从指挥中枢辐射到边防一线 这是属于军人的特殊节日礼物 零点钟声响起 千家万户灯火辉煌 无数人正与亲人爱人为坐桌前 庆贺新年 公愁交错